作为中国名汽车公司的开创者 看过硬汉李舒福落泪的人其实并不多 根据前段时间公布的2021年财报数据 吉利2021年实现总营收1016亿元 同比增长达10.3% 创下历史新高 汽车销量达132.8万辆 连续5年蝉联国产自主品牌乘油车的销量冠军 而要论起吉利 如何取得如今耀眼成绩的根基和底气 就要追溯到2010年那场世纪售货战了 2010年3月28日 瑞典当地时间下午14时 这是一个可以载入中国海外收购时的历史时刻 吉利董事长李舒福在全资收购沃尔沃汽车的合约上 郑重而有力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完成了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收购跨国品牌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 中国企业跨国收购的最成功的一次 这场世纪收购的并购案中 有来自全球投行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公关等各个方面 超过400位专业人士 共同为这项并购交易服务 这也使其成为中国优势以来 最为复杂的对外并购交易之一 把米高的合同文件队 吉利董商李舒福在助理的配合下 第一个签一个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 再签完这份试级合约 回到办公室 李舒福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旁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忍心去打扰他 直到需要给国内公司连线开会时 才提醒了他 当李舒福缓缓抬起头时 人们才发现 泪珠正沿着他的脸颊滑落而下 就在签约的前三天 吉利曾召开临时特别董事会会议 不同于往日开会前的有说有笑 李舒福一脸凝重陷入沉思 艺术给李舒福气了被爱喝的云雾茶 但也没有让李舒福变得平静 这次会议 就是要对是否收购沃尔沃 进最后的决策 现场气氛沉寂了很久 李舒福终于开了口 讲出了下面这段 十几年来显为人知的内部讲话 李舒福表示 此时收购建在线上 如果退出收购 社会一定会认为我们是炒作 搞噱头 将对吉利品牌造成极大的伤害 如果选择收购 我自己可能会因为收购失败 而倾家荡产 只能回家种地了 不同于公开场合 李舒福给我们的印象总是信心满满 脸上的微笑透露着坚强 而又不失谦逊的硬汉形象 而此刻的李舒福却表露出 仿佛要面临背水一战 不成功变成人的英雄气端 如今 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 可谓是相当成功 但是 如果我们回到李舒福需要做决策的2009年 不单是李舒福 整个吉利团队都是没有信心的 因为当时 无论是从企业的体量 技术专利 资本实力 亦或是品牌影响力 吉利和要被收购的沃尔沃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因此 李舒福在打算收购沃尔沃之初 全市场都不赞同 就连李舒福的好友马云柳传志 在听说李舒福要收购沃尔沃时都劝他 那不是你该想的事 那是一期上期该想的事 说白了 这就是一场穷小伙子想娶富家小姐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幻想 那么 最后李舒福是如何实现 自己对沃尔沃的收购梦呢 实际上 在2007年1月 以及2008年1月 李舒福曾两次 向沃尔沃的实控公司福特发起邀约 但都被时任福特机车CFO 雷克莱尔拒绝了 然而 一个关键性人物的事实登场 改变了这一场收购战的走向 2008年 法国洛西尔经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于利平出现在了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团队中 而于利平所代表的利益集团 正是《货币战争》这本书中 在金融市场互风唤雨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 其实在当时 除了吉利 还有很多巨头对沃尔沃有收购意向 比如 有一家规模是吉利十倍的欧洲汽车公司 也找到了罗斯柴尔德集团 同样是要约收购沃尔沃 当英国罗斯柴尔德总部得知 于利平要支持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公司 收购沃尔沃是大为质疑 用他们的话来讲 有这两百多年背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为何要支持一家实力平平的吉利呢 2008年6月 于利平在罗斯柴尔德全球合伙人会议上发表演讲 将中国等新兴市场对罗斯柴尔德的重要意义 与吉利并购沃尔沃作为一件事来阐述 于利平慷慨激昂地说 吉利并购沃尔沃如果成功 将具有全球范围的代表性意义 更可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扎根中国市场的重要项目 终于于利平的信心打动了罗斯柴尔德伦敦总部 内部立项得以通过一个超级豪华的民国团队随后组建 四个核心人物分别是 于利平挂帅 沃尔沃集团前执行董事长 培尔·吉尼哈默 沃尔沃前CEO汉斯·奥洛夫 以及高盛集团前合伙人 梅瑞克·考克斯 至此吉利收购沃尔沃只剩下福特这一个障碍了 正所谓自助者天助 2018年10月 福特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 对于这场并购案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曾两次拒绝吉利收购的沃尔沃CFO雷克莱尔退休 由福特汽车欧洲负责人和沃尔沃总市长 刘易斯·布斯接受福特汽车CFO 2008年12月 受美国自来危机冲击的福特准备出售沃尔沃 换取现金流 最终在瑞典时间 2010年3月28日下午14时 吉利与福特如期在瑞典沃尔沃总部 完成了收购的交接签约 在整个收购沃尔沃期间 吉利严格按照国际准则下 不仅组建了专业的国际化团队 而且尊重了被收购方沃尔沃在企业文化 情感上的诉求 并未以救世主的角色强势入场 这也是沃尔沃在众多收购方中 最终选择吉利的重要原因 而收购沃尔沃 让吉利在高端品牌技术实力上 一跃成为世界一流 从2002年提出并购设想 到2010年最终完成 吉利收购沃尔沃耗世七年 在这场吉利的世纪收购战中 我们看到了李舒福坚定不移的执行力 和梦想实现的铁汉柔情 作为中国民营汽车第一人 李舒福当之无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